大家好,歡迎回來HK Developer,我是Vinci 今天就帶大家來到荔枝閣 參觀一下Wing First Academy 和大家一起體驗一下做機師的樂趣 為何要成立展示飛人航會這個意念 其實在我能夠做到民航機師的時候 第一天已經開始醞釀了 經過十多年的飛行生涯 更加在五年前 有機會成為公司第一批香港人的機長 更加令我很想傳承這個港人機長的夢想 想起自己學飛的時候 很少這些資源 也很少機會接觸 認識相關行內的朋友 以至自己學飛的老徒 好像兜了很久的時間 對大多數人來說 能夠駕駛飛機是天空奧場 可能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但Wing First Academy 裏面的飛行模擬器 就可以讓大家體驗一下成為機師的感覺 這個飛行模擬器 是參照了飛機裏面精密的駕駛倉設備 儀器和系統 當中更加有180度全景觀和4K的視覺效果 並且可以選擇任何時間和天氣 現場更加會有民航機場為大家指導 我們是編市來到我們的全港首一部的 雙引擎小型飛機模擬器 DA62 Diamond 當速度去到80海里就可以將飛機爬升 還有少許 3 2 1 可以拉起機頭 放手 拉起機頭 隨便拉起機頭 拉起機頭 拉起機頭 糟了我完全不在跑道 不用糟了 可以的 再來一次 是否小朋友可能有一個 是 不是這樣說 我意思是說 不同的小朋友就有不同的需要 這隻腳就不需要踩 這裡就控制 拉向上 推向下 轉左轉右 好 試一下 OK 推前 對 向下 拉就向上 水平線隨時都會看到在螢幕上 對 轉左轉右 沒錯 這個view 向著西面 前面就是吸門 是否叫做 吸水門橋 清衣 你會見到 波及碼頭 待會我們會在這邊轉彎 去到東邊做啟德機場的降落 你會見到飛機的位置 和機場的位置 待會就轉彎 待會慢慢轉右 然後燈 就可以降落 最後那一刻拉少許 拉後少許 轉左 沒錯 和中心線穿過你的身體 Yeah 推下去就可以了 最後拉就可以了 拉少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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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不算 都是一部份的飛行體驗 做得非常好 哈哈 我們的單次體驗 可以幫助學員 提高他們對飛行的熱情和興趣 我們的科普班 可以幫助學員 有更深的認識 歷史 那些的理論 還有技巧 藉著無義氣的訓練 還有我個人分享的 一些成為機像的心得 在這三方面都可以涵蓋 更加最後 我們要和飛模擬團體 一些學校和機構 可以有些協辦可情 有人說 現在這個疫情 是對我們航空界的 史無前例的航東 但我個人覺得 反而對很想飛 心裏有爆團火的人 是一個黃金的訓練機會 我相信疫情過後 航空界一定會復甦 無論是人流或物流 復甦之後 需要更多的機師都未定 亦有故地的機師會退休 所以我鼓勵 想繼續學飛的朋友 要扮演這個機遇 預備好自己的心態 無論是飛行的訓練 可以藉著我們的模擬器 和我們多些聊天溝通 給他一些指引 預備好的時候 當紀念回來 就是一個機會 給預備好的朋友 機師的專業 不只是將乘客 由起點帶來的目的地 那麼簡單 更加我們連結 不同人的需要和互相 和外人去動物穴 和企業家談生意 其實整個是連結夢想的工作 所以想到這一部份的時候 那團火應該要越來越 不會適的 我們更加要知道 疫情很快會過去 好的正面 大家一起加油努力 如果喜歡飛行的朋友 就更加不可以錯過這個體驗 那你就可以選擇 其他不同的地方 起飛、降落 或者看看景色 那你當去不做一個旅行都行 那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